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炒银枝粉 炒银枝粉材料在这里 有些菜 我用小糖菜 还有些丸 今次用花枝丸 用一半花枝丸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还有些猪肉碎 用一半花枝就可以了 这两样东西 还有银枝粉 是自己做的银枝粉 首先我们先洗掉菜 我选择这种菜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刚好我冰箱有这种菜 而且这种菜是比较容易去洗 切的 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它本身很干净 没有什么泥 或者有些筋 要怎么切 所以我觉得它是方便 所以冰箱里面 刚好又有它 还有其实有另外一种菜 就是油菜 但是我觉得 这种菜 尺寸 和方便程度 是比油菜 所以我用了这种 来炒银枝粉 其实这次炒银枝粉 其实这次炒银枝粉 很随意 我一看到冰箱里面 有什么材料 就拿出来炒银枝粉 如果你平时 看到外面 走流的银枝粉 可能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韭菜 和芽菜 和蛋 肉丝 我比较特别 今次就用 丸 肉碎 和 这个 烧糖菜 来炒 这个花枝丸 也是 洗一洗 看看你自己喜欢吃多少粒 我用了 应该有 差不多6粒的花枝丸 那些菜 洗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 切掉 因为 没有理由 那么大条菜 炒银枝粉 我们先切尾部 然后 把那些菜 切成小条 类似 类似是切丝的概念 因为我们是炒银枝粉 尽量不想它是太大叶 吃起来 就不够的银枝粉 所以我把它切幼条 这样的 其实炒银枝粉 那个概念 就是 全部的材料 就是全部都是切碎 切小粒 因为 银枝粉的尺寸 不大 那 你如果 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很大粒 的话 炒起上来 就会 比较麻烦 而且 之后 你吃下去 你会觉得 不够的 所以我尽量把材料 切到尺寸差不多 那个花枝丸 先开拌 之后 就把它 再切小粒 其实 就很简单 只不过 可能 麻烦了少少 要多一点功夫 但是 都是一些 切的功夫 那就 不难 那 我呢 就 喜欢 把它们 放在同一个盘 有眼里的朋友 可能见到我 那个叶 就是 那小堂菜 我把它分到 是叶和框 因为 之后我炒的时候 是会分两段时间 始终我觉得 框和叶 它们 软眼程度 不是很一样 炒的时间 都不是很相同 那 就准备了 这几样材料 看起来 我觉得有些 治愈 觉得 排得都挺漂亮 有 这个小堂菜的款 和叶 还有这个的花枝丸 粒 接着 还有加上 少少的猪肉碎 猪肉碎 今次我用了些瘦肉 刚好 在冰箱里面有这种瘦肉 我就拿了来用 其实 不需要很多 我用了其实都没有一半 这里的 大概是这一盒的三分之一 那我就放进去 好 材料都搞得七七八八了 加上银针粉 我们可以预备炒 但是炒之前 有一样东西 都是要做一做的 就是要调味 我那个肉碎 会腌一腌 先腌一腌 因为本身 那个花枝丸 它是有味的 但肉碎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 所以我会加少少少 盐下去 还有加少少少的 豉油 还有白胡椒粉 如果那些朋友 不习惯 好像我这么懒 在盘里 调味 的话 你其实可以另外 用一个碟 栽起肉碎 然后 加些调味料 下去搅拌 可能 对你来说 会方便一点 因为不会搅拌到 旁边的花枝丸 但因为我 我比较 贪方便 所以就这样 在盘里 调味 之后 我们就可以 预备炒 这个 银针粉 第一件事 我就是用一个 耳结锅 加些油 接着就 浪一浪 一些油 之后 就可以先 把肉碎炒 因为肉 是 这么多材料 中 是比较难熟的 所以 我们首先 炒 熟了些肉 其实炒 银针粉 你除了可以用肉碎之外 其实用肉丝也可以 或者你用牛肉 鸡肉 都可以 除了自己 自己个人喜好 没有什么所谓 肉大概炒到五成熟 还有些红红的 但外面 已经变成啡色 你就可以 加些 花枝丸 粒 下去了 因为我家刚刚 买了一些特价的花枝丸 所以我就用花枝丸 如果你没有花枝丸 你可以用其他丸 猪肉丸 鱼肉丸 都可以 银子分两边 一边炒着花枝丸 另一边就是肉碎 花枝丸 你先炒香 之后炒香 炒香 就可以把肉碎和花枝丸 再炒多几下 花枝丸 本身也是熟的 不用炒很久 炒一会儿 就可以加入银针粉 银针粉 我不是在外面买的 是自己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我怎么做银针粉 可以看看右上角的银针粉 下了银针粉 就炒均匀 银针粉 和肉碎 和花枝丸 我用这个火 一直都是用中火 我不敢用太大 太小 但是又没有火 炒不熟 所以我就用中火 这个时候 可以加少许的调味料 例如这个 糖 鹽 还有些 豉油 豉油 可以给一些色水 令到整碟菜看起来 更好 颜色 会均匀 这个调味料 随个人喜好 可以调校 我没有特别量 我加了多少 醬油 最主要是令到色水更好 因为我这个是薄鹽 醬油 其实不是太咸 因为肉 已经加了调味料 我就不敢加太多盐 我会加多一点 白胡椒粉 因为花枝丸 算是海鲜 我煮海鲜 也喜欢 加一点 白胡椒粉 加一点 倒一盆 就可以加这个菜 我会加一些 芭菜 让它炒一会儿 炒到芭菜 比较 软身 我才会再加 芭菜 下次我都会想炒 芭菜和韭菜 加上蛋 虽然材料简单 但是我认为 这个配搭 应该加上银针粉 也挺好吃的 那现在 炒软一点 就可以 加一些菜叶 炒多一会儿 之后 我们就可以 散一散盖 就等它焗一焗 我烤它4分钟 就没有加到任何水 因为那个菜本身会出水 可以利用这个水分 将那些的银针粉和材料 焗熟了 你开了盖之后 就炒多一会儿 等那个的湿气 没那么重 等那个银针粉干些之后 就可以上碟 可以吃得了 我发觉 这样的配搭 做出来的银针粉也挺好吃的